纽约市长亚当斯今天签署忽略一次性餐具法案 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以创造更清洁环保的纽约市 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 该法案由市议员范拉斯提出 规定除非客户要求 否则餐馆不得为外带及第三方外卖服务 主动提供一次性塑胶餐具 酱料和餐巾纸 以减少民众对一次性餐具的依赖 亚当斯说 近来外卖服务不断扩大发展 为民众的生活提供便利 但也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垃圾 他指出 今天通过立法 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保护环境 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 同时将降低餐饮行业的营运成本 支持小企业发展 法案预计6个月后开始实施 但在明年7月1日之前为过渡期 对违规者予以警告不罚款 之后首次违规者将被罚款50元 一年内第二次违规将被罚款250元 如果第三方外卖平台对餐馆提供不准确信息 而导致违规 餐馆可以提出辩护 市消费者和工人保护局在此期间也将进行宣传 对餐饮业者进行培训 同时在社交媒体和电视投放宣传广告 纽约市卫生局今天发表声明说 基于猴豆疫苗的广泛接种 传播率连续两个月保持在较低水平 宣布全市范围内的猴豆疫情正式结束 根据市卫生局报告 纽约市在去年5月到12月期间 共有3800多宗猴豆病例 其中至少两宗死亡病例 卫生官员说 在猴豆感染高峰期 每天约有70宗病例 而从上个月开始 平均每天的数据几乎降至为零 报告显示 大部分患者为同性恋或双性恋 其中近35%为拉丁裔 非裔占27% 白人占22.4% 另外3.6%为亚裔和太平洋岛民 纽约市的猴豆疫情爆发与新冠疫情类似 从去年春季开始出现大量感染者 成为全国感染人数最多城市之一 自去年5月以来 全市共接种了超过15.5万剂猴豆疫苗 超过全国49个州的接种量 市卫生局表示 虽然猴豆疫情宣布结束 但传播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存在一定的传播风险 当局呼吁所有医疗机构 继续对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 高位人士应该继续接种猴豆疫苗 曼哈顿区长李文周二发布2023年曲情资文 重点打击仇恨犯罪 支持小商家发展 并推出曼哈顿住房计划解决居民住房危机 李文周二晚在纽约市一大学发布会上说 自新冠疫情以来 曼哈顿的仇恨犯罪案件频发 特别是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为了确保亚裔在纽约市安全 必须解决因疫情而加剧的不公平问题 李文承诺为社区委员会争取更多经费 并呼吁确保学校经费 缓解无家可规则问题 改善公共安全 此外当局将为曼哈顿小商家 提供200万元免息贷款 落实下城振兴计划中 针对华部的2000万元投资项目 李文在曲情咨文中 还公布了曼哈顿住房计划 拟在全区12个社区委员会的 170个地点新增住宅 充分利用停车场和废弃房屋改建住房 预计可新增7.3万套住房 包括超过3万套的可负担住房 据统计 目前曼哈顿人口较疫情前已增加4% 但住房数量却创下历史新低 尤其是可负担住房 新的住房计划需要各方面通力配合 将有效解决曼哈顿住房危机 纽约市府周二发表报告说 移民危机已经造成了连锁反应 导致全市收容系统超出负荷 单身成年人 成年家庭及有孩子家庭比例大幅增加 报告显示 从去年7月到今年1月 日均收容所人口激增20.8% 超过5.4万人 远高于去年平均的4.3万人 其中有孩子家庭数量增长41.8% 单身成年人数量增长超过一倍 主要是来自南部边境的无证移民 截至上周 全市4.3万名无证移民当中 有2.8万人安置在86所紧急收容所和处理中心 不过由于防疫限制减少 供暖 供水和电力充足 所有收容所发生严重暴力事件的比率有所下降 但虐儿 自杀等精神病的案件仍有发生 此外 市府继续安排沃森酒店的单身男性移民 转移到布鲁克林邮轮码头救济中心 但目前仍有数十名移民在酒店外扎营 拒绝前往救济中心 市府发言人说 救济中心有充足的暖气热水 健康餐饮以及免费的往返交通服务 完全符合基本居住条件 沃森酒店是暂时的安置场所 将逐步转型为无证家庭收容中心 沃森